雨也花 雨也花 寂寞的雨也花 开在那 这边 这边是我们的餐厅的部分 我们选了一个 直径100 有时光芬的 白色 薄波的 原擦机 衣服我们的餐桌 参加进口纸的椅子 然后来 加上我们的一些 装饰设计 让整个餐厅 变得有质感 而且 可以趁热出 与 设计的味道相符合 它在地平的部分 我们有砍了四个 有一滴砍灯 那砍灯会随着 时间 做不同颜色的 变化 然后以后 要更换 也没有问题 它地平来讲 我们最下层 使用水泥粉浆的部分 然后让它 自然的风干以后 一瓶有的黑 有一些有龟裂 然后让它呈现很复古的风貌 然后 不锈钢的边条 然后 最上层我们采用了一层 后面的 饭养素质 也就是 然后 再做一个 表层的触碗 然后 让地板的部分 是一个 复古的味道 然后搭配我们 现代感的 在这边呢 那是靠我们日本 格林亚厨具 那这边 还有一个 两人做的 中导 小包排 吃着早餐 喝咖啡 然后这边 有它厨具的 设计 那由于是 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所以都是在 在日本 两碗尺寸以后 在台湾两碗尺寸以后 在日本制作 然后 从于来排的 那我们的柜里就是 不锈钢的柜里 然后这边贴了烤锅 可以防止油烟 然后搭配我们的装潢 就是抽油烟机 那就是一个彩锅 这边 是 音箱 两个 上置物柜 然后这边 也有一个 置物空间 然后这边是 便器柜 可以放饭锅 然后这里面 可以放一桶 或者其他的 适合摆放食物的东西 或干凉 那这个托盘也可以拖出来 然后在这边的部分 由于外面 有一间庙 所以我们 在外面的部分 有按了一个 山海震 来作为震杀的部分 那在视觉上来讲 我们 也是使用了 黑色格蚊状的 贴纸 但是这边的空间 也让我们先欣赏 外面 的风景 而是 有人 爱惜 花 在这边的部分 我们做了一个 造型的变花板 让它颜色到 墙壁面 然后做了 集合行动的切割 然后打间接灯 让我们 餐厅来讲 不用画画 但是它就是一幅 花开的造型 这边呢 我们的 墙上 心气的一道墙 然后贴的这个是 大理石的 站道石 去做分割 然后上漆 在漆砖的时候 特别的有眼光 摆了一个石水晶的展示品 第一个 有展示的功能 第二个 因为厨房 是民主人聚采的地方 所以我们 使用这种纸水晶 来做为一个 招财的 风水设计 然后在这边 有三个 玻璃门片 它可以依需求 我们可以将它 三片全部收齐 作为里外的一个区隔 然后也可以 平常不用的时候 把它推进 然后 增加 空间的 能够 融化 静默的 牝在那 篮杆下 有谁了解它 若是有人爱心化 Zither Harp